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拼经济反网部 今节说说反骨仔,看路 是什么人呢?就是这个满虎莫的 印度总理 原来我们想着印度帮俄罗斯买石油买很少 原来不是,是越买越多 当然是打折的 他说打折是否打多少折 这个很厉害 神仙难赞他门前 没说错 现在还有打折的东西 当然是鸽你 印度依然是跟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 这个月俄罗斯出口到印度的石油 其实是接近去年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四百 所以我认为普京怎会有事呢? 可能会有阻滞的 大家听清楚我说普京没有事 不代表俄罗斯国民没有事 你们这些上层人士有多少个有事呢? 先真心地说 你们都说普京大帝 有没有大帝是自己跟老百姓一起挨饿的? 如果按照你的逻辑来说 他们说得好像是这样 就来崩溃 延色苍白 老秀成怒 对啊 撑不住 又说下属很快搞定他 又是得淡少了 当然由于印度大量购买俄罗斯的石油 在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四百 即多了三倍 所以英国就很生气了 他们的贸易大臣卓雅敏 他说明 dispointed 他真的说很失望 我对你很失望 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之后 当然印度也是精的 一直都不愿意站边 亦都在上次的议案 是与中国一样 谴责俄罗斯的议案 是投棄权票的 令对盟友很失望 一前英国的贸易大臣终于爆了 就是这个卓雅敏 他呢 原来刚刚就和印度的第二轮贸易谈判结束 你知道了 很难进入印度市场 澳洲和印度谈过 英国作为印度的前中主角 你都不能进入 因为他们是很保护当地的 他自古以来 都是十分有势力的世家的生意 会不会是因为卓雅敏和印度谈到 谈到谈不通 谈到牙齿也很痛 结果就老收成了 我们很失望 是很难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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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 怎样有那么容易呢 第二轮谈判结束之前 他就跟记者说 英国对印度 现在的立场非常非常失望 因为在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后 印度是不愿意 放弃和俄罗斯的贸易关系 他不是放弃 他是加大 你不要冤枉他 他是加大 原来 英国在一月份 就启动了和印度的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 第二轮就在英国时间的18号 刚刚完成 原来 双方都表示 他们的目标是今年可以结束谈判 其实英国和澳洲就很快谈了 谈了几个月就完成了 因为始终都是 大家是同文同种 当然澳洲的原住民就是土著 当未问到 被一些记者认他 印度对俄罗斯的立场 是不是会影响今次的贸易谈判 卓瓦敏就说 我们希望印度改变 改变他们的立场 不过 结果令到我们十分失望 我们会继续和印度谈判 我们希望印度的立场会改变 我觉得你就有点难度了 第一 你这个自由贸易协议 某些程度上来说 你是想印度放开市场让你进入 其实 某个程度上来说 是你叫 或是求他 你求他开个市场 你还是在阿兹亚座摩洛哥 你这些卓瓦敏 可能印度人们觉得 你英国人想进入市场 还在阿兹亚座摩洛哥 太不了解印度了 卓瓦敏就说 印度是英国非常重要的伙伴 但他们的立场 对俄的态度 真的让我们相当失望 自从俄罗斯对乌克兰出兵 或者俄罗斯就叫做 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印度一直避免指责俄罗斯 并且在联合国 就乌克兰局势进行投票时投了棋权票 令到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友感到十分沮丧 这个星期 印度两名官员也说 我们印度可能会接受俄罗斯 提出的一些建议 吹了石油之外 其他商品我们都会买 而且他们给一个折扣我们 有折扣 除非你给印度的折扣 印度那么懂得做生意 你真是穿亚敏 你很不了解印度 虽然是你们的前籍问题 而且现实说 俄罗斯仍长期为印度提供很多军备 英国外交大臣 不是卓雅敏 贸易大臣就是卓雅敏 外交大臣卓慧斯 之前也曾经建议 与印度深化经济还有国防关系 希望印度可以结束对俄罗斯的依赖 包括军备 但是你的东西很贵 你要是买一样质素 但是价钱一样的东西 一样质素可能贵俄罗斯的东西很多 你说印度肯不肯呢 这么精打细算的民族 是吗 很难啊 除了卓雅敏说对印度很失望之外 曼富莫迪 他也势力 撒完英国再撒日本 四国安全对话 也是有印度和日本的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昨天和今天就出访印度以及柬埔寨 岸田文雄 昨天就和曼富莫迪 即是印度总理莫迪 就进行了会晤 讨论俄罗斯出兵 烏克兰的问题 但是 双方当日 原来只是答应了一件事 是什么 就是继续加强日印安全和经济合作 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大印太 对于是否和日本一样 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 莫迪 是浮衍这个岸田文雄 没有任何承诺是承诺到的 不过 亦预算了吧 英国作为前宗主角 都采你右美呀印度 何况是你红仔 你大虹 虽然大家都是亚洲国家 耍到你暈了 你和他谈 昨天 岸田文雄 就和印度总理莫迪 会晤 会后 双方就确认了继续推进QUART 即是四方安全对话联盟的合作 彼此就朝着一个目标 就是自由并且开放的印太地区 继续埋进 并且最快预计在五月份 就举行QUART 即是四方安全对话 联盟的领袖会谈 不过是否真的达成呢 还要协议一下 因为不知其他国家怎样 协议就有时间搞了 你这样搞下去 不过去也很容易 四方安全对话上次也去过 拜登也有去 印度也是耍了其他三个国家 也是他自己发过声明的 你记不记得 那时候莫迪特地 自己发过声明 是不敢得罪普京的 对于乌克兰局势 由于印度 对制裁俄罗斯这个 传统盟友的态度 依然是谨慎的 岸田文雄 就向莫迪强调 现在国际社会的凝聚力很重要的 你要加入我们 当然没理你了 双方同意的就是一件事 就是继续推进 日人两个国家之间 二加二外长 还有国防部长的会谈 等等的安全合作 还会在 碳堤排放 清洁能源 还有就是 数码化 还有医疗领域都会合作 并且 加强日本对 印度高铁业务的支持 你支持他可以 但是你叫他帮你也有难度 安田文雄 19号 就是昨天 就在印度出访之前 他在 羽田机场接受访问 今天他还在印度 就说 出兵乌克兰是违反国际法的保衡 绝对不允许在 印太地区透过武力 平面改变现状 希望 确实确认我们和国际社会的团结 就是说印度不团结 印度和俄国 其实在军事和经济上一直是保持 深度的合作关系 印度和俄国的关系比印度和日本更好 这是真的 因为始终买这么多东西 还有日本有没有能源 有没有能源给人呢 现在有能源就恶了 没有 他都要向人买 他就向澳洲买天然气 培探就叫澳洲拿 没办法 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并且印度近日 谴责俄罗斯的决议 投了气权票 投了气权票 所以 印度官员近日也说 哎呀 现在俄罗斯 很好啊 我们说说先帮他买了东西 我们说说先帮俄罗斯 签了约 要帮俄罗斯买三百万桶原油 这是低价 好似港女在特价时 买到漂亮的东西 那些后器 二邪啊 规划未来寄走啊 还会罪价购买啊 你真老实 他都很老实 毫不掩饰 不过你掩饰也没有 因为知道你的港口有诱入 肯定俄罗斯 岸田文雄出席了 印度一场官方还有民间共同参与的经济论坛 宣布会投资 大概五万亿亿 以增加直接投资更额 以及进军印度的企业数目要增加 但是这么说 你鼓励他是不是一定去呢 那些商人都不是傻的 老实说 为什么 只有几间最有实力的那几间日本巨企 敢去印度 因为他们有实力 亏得起 很难搞的 你在那里开档的 很难搞的 这些地方 你看这个 那么会做人的 电动车救世主 Elon Musk 他也是 搞搞都不搞 因为他觉得 不能搞 本来想起多一间厂 在印度 结果后来他想着 有机会就在广州 在广州建厂 特斯拉 也不担心在印度 懂得选 懂得选 在广州建厂 那当然比在新德里好 他们当时就好像不是新德里 在班加罗尔那里 搞的 那里应该 更难搞的 那里是印度的高科技区 但是那里 他们的人才有时候 都挺狠狠的 说回吧 岸田文雄就希望 透过持续 完善的印度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投资 这些工作做好之后 就可以提供 日本企业在当地 设厂的 这个 有因 就是想着 日本政府就投资 一些当地基建 那就 提高日本企业 去印度设厂的 这个 有因 就是有些吸引性 但是你投资的钱 你小心点 你帮他提升那里的基建 他们那里 肯定是开心的 肯定是OK的 是的 当然 现在 印度结束行程之后 今天 亦会去柬埔寨 就和柬埔寨总理 洪森 因为经常说 藤森 藤森是秘牢 洪森 就会会面 就会进一步 强化和柬埔寨的 双边关系 并且会提出 针对当地 港湾等等 重要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政府开发的 一些援助项目 就是ODA 柬埔寨今年刚刚就是 东盟的 邻籍主席国 同时 柬埔寨亦成为了 日本 和牛的 东南亚最大出口国 原来这么厉害 没想到 原来能吃这么多的 是的 我初以为是升马 因为国家比较大 经济实力也比较好 我还以为是香港 不是 东盟 是东南亚 OK OK 可能大买有其他 当然 现在印度肯定是开心 买到这么多 平靓正的石油 现在他们买的石油就是过去的三倍 越增长了三倍 这个迹象就表明了自从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后 全球能源的流动 发生了巨大变化 全球第三大能源消耗国际印度 已经从贸易商当中 抢购了多批的俄罗斯石油 因为 在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之下 欧美的买家纷纷就是 要避开 俄罗斯庞大的大宗商品市场 但是你避不了 你避的话就是贵的东西 你避 应该这样说 应该说避到 但是你避的话就付出代价 从三月起 俄罗斯每天就向印度 出口36万桶的石油 几乎就是2021年平均水平的四倍 大宗商品数据 及分析公司 Kaplala 他们数据就显示到 根据当前的 发货时间表 今个月俄罗斯对印度的出口量 有望是突破 每日 20.3万桶 出口数据也代表 现在是不断地 有增无减 有增无减 欧美在挨贵油 你就用折扣架来买 是的 智爽是你 是的 现在已经收到正 现在是30.3万桶 最后我们也说了 可能每日是36万桶 印度通过购买的 是CPC石油 是主要由 哈萨克还有俄罗斯 原油组合的混合油 但是三月份 大幅增加进口的 就是 俄罗斯的旗舰产品 乌拉尔原油 这就表明了 印度买家在大幅的折扣 以及舆论之间 当然是选择折扣 做出 权衡之后就买 你不要以为做出权衡之后 他不买 权衡之后就买 印度很聪明的 没错 俄罗斯因为已经承诺的石油货物 是在欧美 很难找到买家 欧洲继续买 但是 美国禁运 现在 印度买了 在新德里方面 发表任何声明之前 俄罗斯已经正正动手了 已经对印度出口石油 今个月是激增 嗯 白宫 新闻秘书 沙奇 沙奇 或者普萨基 Anyway 怎么也好 名字也是 亦不同 就是普萨基女士 他就说 印度如果购买俄罗斯石油 就是站在历史错的一边 虽然 他承认购买俄罗斯石油 是不违反 你说明 不违反 美国的制裁 从历史上来看 俄罗斯原油在印度的 进口量 原来只是占印度的 总量的百分之五 不多 不多 不过这样说 现在印度肯定是正 还挫你 买多点 你说得对 大家都用贵的东西 他会用到便宜的东西 何乐而不为 又不用得罪普京大帝 直到是爽 不过这样 现在的运输成本也很高 印度公司从俄罗斯 采购的产品不多 这种状况 可能有改善 因为你的东西便宜 老实说 他便宜得这么厉害的时候 你出运费也值得 是啊 你知不知道 俄罗斯 刚才说的乌拉尔石油 现在 加了百三百四美金一桶 原来他卖给印度 每桶便宜三十美金 爽 爽 我当你百三美金 人家买百三美金一桶 时你一百美金 那你等于 赚了三十美金 是啊 是吧 那运费是多少呢 运费 只是增加 此时此刻当然 还是受到疫情影响 只是增加三到四美金 我是价值的 是啊 那你也算是 二十几美金一桶 省二十几美金 便可以赚了钱 那也算是值得 是吧 所以对印度的经济诱因 是相当相当大的 一元几毫 他们也会跟你谈 数个月的 二十几美金一桶 是啊 印度的数字很精 很精的 不过这样 由于遵守制裁的复杂性 所以 很多的 邮轮公司 都一直避免 在交易俄罗斯石油 但是根据 合同 很多石油巨企 和交易员 都是受到 法律的约束 必须要继续 从俄罗斯 运游 因为它有签约 从国防到贸易 印度和俄罗斯 都有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去年普京大帝 十二月就去了一窩印度 这个是它 疫情以来第二次海外访问 就去印度 当然 普京也是有去北京的 北京冬季奥运会也有去的 到今时今日为止 印度在联合国 谴责俄罗斯的投票当中 是投了棄权票的 由于印度85%的原油 都是进口的 油价也这么贵 所以 连印度国内的 专家都说 现在这个时候 进口俄罗斯 愿有真是一个好机会 我都觉得是 我都觉得是 老实说 如果 印度掃口那么精 这样 现在不是等几时 现在不是等几时 可能对他们来说 也是有理的 你们个人有石油这么贵 搞得拖累经济 现在我就买便宜的 哈哈哈 想到也开心 是的 好像印度国内的 经济专家 叫做苏巴拉曼 考虑到我们国家 对进口 石油的依赖程度 和能源的政治敏感性 我认为 印度 三家 国有连油商 都会日值 帮俄罗斯购买石油 他并不是说 印度不会继续购买 会继续购买 老实说 我也会继续购买 哎呀 这样的时势正啊 其实对他们来说 他可能也觉得是机会 全世界成本这么高的时候 如果是贵的东西 现在他有 有用又便宜 这不是我们 追赶世界经济的时候 所以他继续购买 除非你有对他们制裁 但是 他应该感谢中国 因为 西方又想用印度压制中国 是中国轮角 所以他又不敢得罪印度 其实印度是很棒的 他知道自己的地位也挺重要的 因为只有他跟中国的人口数目差不多 甚至可能会超过中国的未来几年 那就找他压制中国 大家都在亚洲 而且跟中国有这么长的边界线 虽然印度的军队是不一样的 大家知道 不过这么说 起码是人口先 他也不会 制裁印度的 我相信 你有求于印度 卓雅敏又说印度 对 的事情 对我的态度 令你很失望 你除了说失望 你敢怎样 你不是一样要跟印度谈自由贸易协议 你想打开他的市场 他大市场 虽然我觉得你的钱也很难赚 都是谈不定的时候 罚下少许老皮而已 是的 都是要谈的 都是要谈的 他始终也有十几亿人 是吧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再见